谢长廷开极了 欧宏恋拿苏启臣遗孀亲笔信 证明非空穴来封 驻日代表谢长廷 因为苏启臣自杀事件 饱受外界批评 前外交部长欧宏恋也指他为了谢泽 将苏启臣的亲身推给忧郁症 谢长廷为此告欧宏恋并求偿80万元 但欧宏恋日前开庭 拿出苏七写的亲笔信 证明所言并非空穴来封 事件起因于2018年9月 燕子台风侵袭日本 上千台湾旅客受困关系机场 当时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臣 因不堪舆论压力轻声 引发社会震惊 他的遗孀事后发表声明 强调丈夫没有忧郁症 遗书也没提到假新闻造成压力 而是表示不想受到羞辱 在开检讨会前一天以死明治 前外交部长欧宏恋 隔年初接受电台访问 指谢长廷为了脱罪 才说苏启臣有忧郁症 所以自杀 导致许多网友骂谢长廷 早就该下台 谢长廷因此火大 提告名誉受损 求偿80万元 法院日前开庭 双方没有出席 不过欧宏恋的律师 拿出一封苏启臣妻子 写给欧宏恋的亲笔信 信中还原 他听说谢长廷 在部里曾说苏启臣 有忧郁症的经过 证明欧宏恋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信中详细内容 记者致电欧宏恋 他前表示 案件仍在法院审理中 东新闻台北报导